第十题 如图一所示 手持磁铁靠近悬挂的软铁 结果软铁会被磁铁吸引而向左移动 现将磁铁与软铁对调 改成手持软铁靠近悬挂的磁铁 如图二所示 则会发生下列哪一种情形 我们知道 我们所谓的磁铁就是可以吸引铁的东西 那么磁铁吸引着软铁 那么因为我们手持着磁棒 那么不会动 而软铁是可以动的 所以软铁被我们的磁铁吸引 就会向左移动 这是图一所显示的 当我们对调之后 软铁棒跟磁棒还是会互相吸引 但是软铁棒被手抓着 不会动 所以就会把我们的磁棒的吸引 也是向左移动 所以第十题 我们说 手持软铁靠近悬挂磁铁 如图二所示 会发生下来哪一种情形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悬挂的磁铁向左移动 感谢观看